毛山后裔第十八集 这有钱人啊 形式主义风气太厉害了 秦歌留下了一张名片 那张国忠呢 是第一次见到名片这种东西 上面写着 香港华人基金会董事 美国华盛顿特区 福萨克孙麒麟私人博物馆 顾问秦歌 背面用中英文印着 港美两地的住宅地址和电话 美国华盛顿区 福萨克孙麒麟私人博物馆 张国忠嘟呐着 这外国人的名字 真他娘的怪啊 坐租租车来到了一个靠海的地方 几栋漂亮的小别墅 格外的扎眼 弄不明白 这香港人怎么挨住一帝啊 开门的是个东南亚妇女 腰围比张国忠和刘老头捆一块还粗 但是中国话说的还不错 到了客厅 这刘老头眼前一亮 看来啊 这个秦歌也不是省油的灯 同样一屋子的宝贝 但是对这些东西 刘老头还是不怎么放在眼里 单就自己正堂挂着一幅 李昭道春山行旅图 就够买他这栋宅子 外加半个屋子的物件了 秦歌此时多少显得有一点客套 比昨天强了不少 但是让人看着仍然是不自然 阴着脸 亲自给两个人倒上茶 张掌教刘先生 我发现你们很爱冒险啊 你是否了解五代史的 五代史 对 就是五代史国 啊 还算了解 可是这与王家的那块玉 有什么关系啊 张掌教 你可知这幅地图的秘密 看着这幅地图 张国中忽然有了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层栏叠障 云高风远 忽然 赵月肚子里瓷瓶中的地图 浮现在了张国中的眼前 虽然年代不同 山体的画风不一样 但是 大概的排步都是差不多的 但此地图上 并没有像瓷瓶的地图 标得那么详细 并没有路线图和作佛 是巧合 还是另有玄机呢 张国中听了情歌的 每一句分析 嗯 这是一张后晋时期的古图 后晋在历史上 仅存在了十年 但这十年间 朝廷搜敛了当时整个社会财富的总和的六成 这一点张国中是知道的 虽然说不知道六成这个结论 秦歌是从哪得出来的呢 但五代时期社会动荡 皇帝没有一个像样的 一律横征爆脸 嗯 后来契丹灭掉了后晋建立了大辽 耶律德光自己当了皇帝 而立国之初的大辽 便国库空虚 整整持续了五年 可是 那又怎么样了 你的意思是说 耶律德光荒言无道 整整就 我是想问你 后晋那六成的财宝 哪儿去了 张国中也晕了 不知道秦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后晋的财宝哪儿去了 跟王家 这个古域的事 有什么关系呢 秦先生 我对历史 这个论证啊 没兴趣 我只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王家的事 赶在我的学生开学之前返回大陆 张长教 你要解决的事 和我要办的事 是一回事 如果你真的愿意冒险 我可以保证你的利益 秦先生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帮你找后晋的所谓的六成财宝 张长教 刘先生 你们 看这个 说着 秦歌拿出纸笔 在纸上写了一句古文 物非悲悦也 悲夫宝玉而提之以时 珍事而明之以狂 二位 知道这句话的出出吗 哼 我知道 这是楚国人便和 像楚文王写和时币的时候说的 张国忠还没搭话呢 老刘头 无精打采的开口了 刘先生 高明 然后 他又写道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八个转子 嗯 那 这个呢 秦先生 是我冒昧啊 和时币的来龙去脉 我也有所了解 包括 后唐 李从柯 王国自焚 和时币失踪的历史 我也是知道 所以 请直插主题好吗 嗯 那么我现在 正式邀请二位 帮我找到这块 传国玉玺 我可以向二位透露 这些宝物 价值连城 就算是把王中建 那把老骨头 拆了卖了 都值不了那么多 而你们事先答应 那个王子豪的事 也可以顺路一起办 如果你们肯帮忙 秦哥板着脸 把正题说了出来 王家这块玉 是怎么回事 只有我知道 如果你们答应帮我 我也可以帮你们 而且 你们也可以得到一笔 可观的回报 这句话 说的张国中 心中一动 说实在的 张国中 也是比较缺钱的 自己和媳妇 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 也就 一百来块出头 还得交家里二十块 给李二鸭 那个瘦爹 近十五块 平时 看着单位 那些比自己年轻的 多的生瓜蛋子 都抽 恒大盘香烟 自己还在抽大钱门 很是郁闷 况且马真生前 很想重修通天怪 不用太多 就算个十几二十万 能让自己把通天怪给重修了 也算是能完成马真人的心愿 让自己多少摆脱一点内疚 而刘老头此刻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 这比和氏璧雕成的秦汉传国喜 号称是国宝中的国宝 自己要是在永生之年 能够看上一眼 也不算是白走了一昼 两位都是聪明人 咱们三人合作 对彼此都有好处 我希望两位在今天 就能够做出决定 秦歌很坦然 说出了这些话 如是重负般的 杨起头 拿出一个烟斗点上了 张国忠和刘老头 此时完全被这个云山雾罩的秦歌 给搞懵了 王家的玉轩 后进的财宝 战国的和氏璧 秦汉的传国喜 这个秦歌好像唱大戏一样 其实啊 张国忠和老刘头 也挺想知道 这秦歌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那秦先生 您能先从王家的古语说起吗 张国忠一辈子不愿欠人家人情 既然拿了王子豪的钱 就觉得应该把王子豪的事给办了 我已经说过了 这是一回事 秦歌看出张国忠的松动 话呢 也比以前活了些多 首先 这可能有点危险 虽然张国忠和老刘头 对五代这乱七八糟的时代 有一些了解 但是 真的没有想到 秦歌竟然对后进 这个不靠谱的年代 竟然了解得如此透彻 而这块相传在后唐灭国时 失踪的 由传说中的和氏璧 雕着而成的秦汉传国喜 竟然莫名其妙的 能和后进挂上钩 据秦歌讲述啊 再动用朝廷力量 在民间寻找传国喜 相传黄太极攻打蒙古的时候 曾经从林丹汗的查哈尔府 抢回来过一块玉喜 相传呢 就是传国喜 一直到溥仪 被冯玉祥赶出故宫 这块玉喜 才又搞失踪 本来啊 这和氏璧呢 也是秦传国喜 作为中国最大的千古之谜 连大明朝以国家之力 都未能探得究竟 大清朝也只能 抢个真不真假不假的玩意儿 充当心理安慰 那一般人若是想探究虚实 即便家里是开银行的 也保证如数全打水漂 张国中对这个秦歌 天南海北的知识 倒是蛮敬佩的 但是 对于他要找失传的 传国玉喜的野心 却很是不屑一顾 你秦歌纵然有俩钱 买点古董 弄个字画还可以 想找传国玉喜 可能还是差了点 张掌教 你似乎不相信我 在秦歌的眼里啊 张国中始终是个青瓜蛋子 他的一言一行 秦歌基本上不用看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段历史 我可研究了一辈子 宋朝和清朝玉喜的可能性 已经被我排除了 在正史中 传国习与李从柯 一起被大火烧了 李从柯 可能会化成灰结 但传国习 不会 那你是说 传国习 可能在石敬堂的手上 不是可能 而是必然 在美国 一位朋友曾经让我爷爷 看过一本明代的 古书残簿 按史书上面记载 石敬堂 曾经把宫廷里 一半的财宝秘密 藏在了现在的大巴山脉 但具体的位置 没说 但是按书上的说法 传国习也在这批财宝中 这也是我爷爷下决心 要去寻财宝的原因 主持修建藏宝洞的人 叫做赵三格 是一个道士 藏宝洞修好了之后 此人就突然失踪了 写这本书的人 是石敬堂的嫡传子孙 这件事是后进的宫廷绝密 在当时知道这个秘密后 仍然活着的人 只有石敬堂本人 和他的儿子石崇贵 国父之后 石崇贵曾经也想取出 这笔财宝 一座富国之友 但可惜找不到赵三格 就连石崇贵 自己也取不出这批财宝啊 既然是山脉 少说也得有几千里啊 你怎么能确定 图上标的那个地方在哪呢 我爷爷和我父亲 找了两代 不会有错的 我爷爷在大巴山 生活了二十年 总之 你们要相信我 这么值钱的宝贝 你干嘛找我们呢 就算 你赚东西太多了 自己搬不过来 也得找两个身强力壮的 中国有句谚语 叫做 没有那金刚钻 不懒那瓷器活 其实 从我父亲开始 便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两位请看 秦歌 此刻又拿出了一张薄纱 张国忠用手摸了摸质地 也应该是顶尖级的纺织工艺的产物 同样几近透明 只不过呢 比赵岳附中瓷瓶庄的那张 差了不少 只见薄纱中有九个黑点 秦歌 把包纱附在了那张厚尽的古图上 然后抬头望着张国忠 张国忠仔细地看着这幅图 觉得眼熟 仔细看了看那山的走势 又看了看九个点的位置 脑袋嗡的一声 心里暗骂 他娘呢 这个老不死的 我说他自己怎么不自己独吞财宝 原来是想让我们帮他破嵌龙阵 嵌龙阵起初是众格教的藏地阵法 其中混杂了众格茅山两教的精髓 是一种以山河之灵捍卫墓葬的阵法 而并非墓局 后世的一些风水先生 曾经把嵌龙阵当作藏局来看待 更是将其与一些将木混为一谈 其实完全是一种无趣 所谓山河之灵 便是自然界阴气与阳气的综合 按科学解释呢 就是自然界的磁场 在地上 地心磁场与太阳磁场达到了平衡 当人体适应了这种平衡之后 倘若这种平衡遭到破坏 身体便会迅速地发生一系列的症状 而常年在地下睡眠的人 由于适应了这种地长强 太阳磁场弱的环境 在太阳黑子爆炸 或者与其他天文现象 导致太阳磁场忽然增强的时候 身体便会产生异常 毛山树认为山河与生物一样 也有阳气与阴气之分 山为阳则水为阴 众格教也有同样的认识 所谓临山则阳胜 衰不祸音 就是说靠着山阳气胜 任何邪灵都不能把你怎么样 所以后世的中国人 总认为靠山而居 便不用惧怕任何邪灵恶鬼 汉语中的靠山一词 由此而来 在毛山树看来 山河之灵是天地间最厉害的力量 非人与畜生恶鬼的力量 所能抗衡 所以 以激发山河之灵 解决畜生或恶鬼的方式方法 层出不穷 相传明朝万历年 河北有一民夫 造阳密 便随意道者 如太行数日 使得安宁 玄幻小说 毛山后裔 今天就跟你说到这了 明天我们接着跟你说 我们接着